由靈命日亮時工製作 陽光照亮你的心飛 上帝陪伴你走過情緒的帝國 主題從憂鬱到起立 十四天更新之旅 第十二天重淡 《彼得前書》二章二十四節說 他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義上活 因他受的變傷 你們便得了意志 水電費突然增加了 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但是住在北卡來來納州的海倫 就收到一張驚人的帳單 他的水費竟然高達一億美元 嘩 他確實知道自己上個月 根本就不可能用這麼多水 所以他還半開玩笑地 詢問當局 可不可以讓他分其付款 一億美元的債務 確實會成為壓垮人的重淡 但是若果比起你和我真實 無法計算的罪債 就真的不算得了什麼 如果我們嘗試揹起自己的重淡 並且為自己的罪 承擔一切的後果 最終我們只會感到疲憊不堪 並且充滿罪咎和受恥感 事實上我們完全無法承受這樣的重淡 在彼得前書一章十八至二十五節就描述 無點污的高揚之血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上帝知道的 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然 你們也恩著他 信哪叫他從死裡復活 又給他榮耀的上帝 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上帝 你們既因信從真理 結淨了自己的心 以至愛弟兄沒有虛假 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 你們夢了從生 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 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 是藉著上帝活潑常存的道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度如草 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化 草必枯乾 花必雕謝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其實上帝並不是要我們背負這樣的重擔 正如彼得提醒信徒 唯有無罪的聖子耶穌 才能夠擔當我們的罪 和當中嚴重的後果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 親自承擔我們所有的罪業 讓我們得到赦免 因為祂背負了你和我的重擔 便免除了我們當受的刑罰 所以我們不需要活在恐懼或罪咎當中 亦無需承擔祖宗所流傳的虛妄行為 可以享受到滿有愛和自由的新生命 做一張作息的時間表 按時吃飯和睡覺 睡覺之前的一小時 盡量不要再接觸手機電視或電腦 花多點時間讀經和祈禱 好 各位朋友邀請你和我一起討告主 親愛的主 有時罪惡和羞恥感 讓我感到沉重難當 求你幫助我們 將過去的罪惡和痛苦完全交給你 並且經歷你所持的平安 因為你已經背負了我們所有的重擔 讓我們得著自由 多謝你收聽十四天更新之旅 從憂鬱到喜樂 第十二天重擔 盼望當中的內容和經文 能夠鼓勵你並且幫助你 將一切的重擔交給主耶穌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亦都一起學習 每天過著一個感恩和謙卑的生活 因為耶穌背負了我們的罪惡 賜給我們蒙福的新生命 如果你喜歡當中的內容 邀請你可以轉載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和我們撒取這本書 《讓光照亮你的心飛》 送給你的朋友 讓上帝的話語 陪伴他們走過情緒的帝國 願上帝慈福與你 祝福的新生命